再來的話就是同樣性的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華僑他一定要娶完老婆 生了小孩子之後傳宗接代 因為一出去的時候成功失敗不一定 有時候甚至會遇到危險 我總是要把一個後代游下來對不對 那以前的女孩子很認命 他就會在進門照顧小孩子 老公到外地去打兵 有的時候三五年回來也是 有的甚至老死他想不回來 但是三不五時他會寄錢回來 有一天這個老公寫了一封信給他 他老婆收到信之後又寫了一封信教訓他老公 然後信中的內容他是用閩南話的文言文 要用閩南語的文言文 他說 他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你應該都聽得懂吧 然後呢 他老婆收到了信之後很生氣 寫了一封信教訓他老公 他也要無宗生有就對了 他說寫了一封信教訓他老公 他說寫了一封信教訓他老公 一封信教訓他老公 一定有人幫你留下身比你更好 我準備請看錢 我準備播種了 你可以回來收成了 所以以前就是要互相信任 那華僑的比例成功 回來蓋房子多不多 其實還好 你現在的成功率算很高 十個兩個回來蓋房子 等於說十個兩個是成功的 有很多是到他鄉都不回來 有的甚至是那邊又共組家庭 因為那是屬於那個外地啦 畢明他那邊都可以 娶了兩三個老婆 所以一旦回來的時候 都是三七四切一起回來 這是一些華僑的生態 好 好